路透社报道 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表示 日本执政党正在商议是否放宽军事设备出口规定 部分原因是如果不做改变 英国将无法出售和日本制造的任何喷射战机 伊朗九月因为库德族女子艾米尼居死 引爆反政府示威 同为库德族的伊朗前知名足球员加福里 一路相挺 24日遭伊朗当局逮捕 此外一名英国伊朗双重国籍人士 因为将艾米尼尼死亡引发的示威相关消息 透露给BBC等外国媒体也遭到逮捕 亚美尼亚总理帕欣扬23日 拒签集体安全公约组织拟定的峰会宣言后 俄罗斯总统虎丁巨船将手上的笔摔到桌上 随后在场边与他举行会台 匈牙利总理奥班周四表示 匈牙利将在2023年1月下届议会会议开始时 批准瑞典与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案 目前只剩匈牙利和土耳其 尚未批准分月两国加入北约 新唐雅电视整理报道 新唐雅电视整理报道